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了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昨晚东章西网求助个案 相信很多观众都看到很意外 竟然有自称隔离男团支持者报东章 因为上年男团跌电视意外 演唱会腰斩 出现了退票安排的问题 节目一出 非天爷爷和大家也预计到 东章西网又会被人说是 自编自导自演 那些不是男团歌迷之类的指责 连我和大家也可以预知的结果 东章西网不会预计不到吧 面对必定出现的质疑 其实是否应该和隔离台画清界线 一切关于隔离台的求助个案都拒绝门外 因为没必要拿屎上身 先看看今次求助个案的内容 男团上年演唱会开卖一票难求 售票安排早已令部分男团歌迷反感 甚至当时一个拥有数十万人的粉丝群组出post炮轰 你们当镜粉是ATM是水雨 钱是要赚 但食尚不是难看吧 各位演唱会主办单位 你们是否真的以为那些镜粉 个个都几亿身家 我们就经常骂黄牛 你们就自己做最大黄牛 更宣布永久关闭群组 当时隔离台高层曾经表示会与相关群组联络 始终违反班主不容得失 至于群组最后有没有关闭 非天爷爷就没有跟进了 因为一票难求 买了票当然不想退票 一直坚持等到演唱会补偿 东章西望声称接获多名粉丝投诉 其中一名投诉者陈小姐表示当日以实名扣票 主办单位有联络资料 一直等电邮通知 后来才知道要主动浏览主办单位的Facebook 或IG的跟进 投诉人表示追捧偶像 会关注偶像的社交平台 是没有责任关注偶像公司的社交平台 并指补偿演唱会之前 一直未有确实日子 确实日子刚才公布 主办单位为何可以设下期限 觉得不合理 另一位投诉人Wiki 指每天都会看Facebook 但没有见过相关换票的新闻 投诉人指昨天才知道 原来补票活动早已截止 并且在主办单位的post下面的留言区 发现同样不知情的歌迷 最后齐齐就加入了一个苦主群组 这个苦主群组 至今有超过80人 Wiki 指演唱会还未开始 但每次回复 都是以换票以截止为由拒绝处理 等同他把票买了两次 是很不公平的 另一个投诉人曹山曹太 因为两个女儿喜欢男团 所以卖了四张票 由于之前几个月都在内地 没有翻墙 所以没有接触到相关社交平台的消息 错过了换票的安排 并指主办单位 只在官方Facebook 及Instagram公布做法闪束 为何用闪束形容呢? 飞天爷爷去看看演唱会 在2022年公布开卖时 蓝团、蓝团唱片公司 及演唱会制作公司的Fanpage 都有出post宣传 但退票安排 只是在制作公司公布 飞天爷爷去主办单位Fanpage 早在今年5月2日 主办单位已经在社交平台公布 表示将在2024年1月 蓝团举办演唱会 截至5月3日 持有合资格演唱会闪票人士 可兑换补偿闪票 主办单位将于一个月内 公布相关补偿闪票兑换场程安排 呼吁敬请留意主办单位Facebook 及Instagram的平台公布 闪票日期由5月31日开始 到6月30日 及后延长至7月14日 看看留言 保票安排有人满意 有人不满意 除了惹起一轮的谩骂之外 更加有人问 所有投诉和不满意的用户 全部都是TVB 的打手 两边的回应是描问描答的 在这里不方便转载了 总之就是精彩了 对于今次东张西望 再次报道男团的支持者求助个案 一如既往被指是自编自导自演 除了东张西望 到底还有没有其他媒体收到求助呢? 飞天爷爷留意到 香港01有相关报道 原来辅助还有向其他媒体求助 退票换票类似的事件 总有人赏心 主动跟进 都会有人以各样原因错过消息 南团演唱会换票消息 我是有印象的 不是完全没有消息 细节我当然不清楚 因为都事不关己 2024年南团演唱会 何时开卖呢? 我也不清楚 假如真的有一堆人错过了年中换票通知 现在还有没有弯转呢? 整件事我反而关心的 到底东张西望 应不应该和隔离台有关的求助个案割席? 每一次都被人形容是自编自导自演 以今次为例 下跌电视意外之后 演唱会取消是事实 主办单位曾经以SMS形式 联络换票持有人查询他们的换票 还是退票的意向是事实 主办单位今年年中 只在Facebook和Instagram出帖 宣布换票安排同样是事实 那是否真的有人错过换票 现在换票变废票呢? 受访者是有展示实体门票的 看来都是事实 东张西望自编自导自演 收到同样投诉的 还有香港01 今次不再转载东张西望 难道香港01也自编自导自演? 还有没有其他媒体收到求助呢? 我就不知道了 每一次事后都要背上造假的罪名 东张西望有没有必要再一次看 自称男团支持者出头呢? TVB部分观众看得很开心 但隔壁台的支持者 和男团支持者就看得很生气 他在关注和话题上是赚了 但是不是真的物有所值呢? 换个角度 假如事件是属实的 那是不是真的为了害怕 被人攻击而拒绝报道和跟进呢? 那就是自动配合灭声而已 最新消息 经报道后 主办单位愿意作出退票安排 留意是退票 不是换票 错过了年终换票的 想看的话 唯有再次撲飞了 无论如何 事件得到解决 算是还了东章西望一个公道 不是自编自道自演 而是真有其事 不过 应该不会有太多苦主 会多谢东章西望 这就是吃力不讨好 怎样都好 未尝完全是件坏事 证明有些观众 是两个电视台都会看的 不是非黑即白 但人数多不多 我仍然相信不会太多 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说的 有 你给我另一个频道 是者让的 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 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看到了 记得订阅 Hello 假如你喜欢非天爷爷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但假如你真死非天爷爷和他的话 就无谓浪费大家时间了 订阅之后 记得按下小铃铛 下次有节目更新 便会通知你 看完不妨给个like支持一下 又假如你可以分享给朋友的话 就是对非天爷爷最大的支持 不要做标题档 留言记得留言注意事项 违规者可能被拉黑和删除留言 曼一被非天爷爷措手杀错良文 不好意思 跌入黑洞的名单 是无法救出来的 有兴趣的话 不妨关注我的社交平台 请不吝点赞 Date